嗨 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来剪一个蝶练花 因为之前我们剪了很多单个的蝴蝶 以及连体的蝴蝶 可是我们还想让蝴蝶跟其他的 剪指形象连在一起 所以今天我们来创作一个 很简单的蝴蝶在花中飞 好的 现在我们来拿一张纸 这白纸对着之后 我们来画稿 我们画稿的时候我们可以把 把蝴蝶放在中间 把花放在四周 这样是 也可以把花 放在中间把蝴蝶 放在四周 但是你想蝴蝶 我们如果要剪对折的 对称的 是不是应该先把蝴蝶放在中间 我们蝴蝶画好之后 怎样来给它搭配这个花呢 我们可以在它的旁边 给它开枝过去 然后我们来画简单的花形 然后这个翅膀 画一片叶子 我们把它剪下来 我们这一种连接方法 就是蝴蝶飞在花丛中 这种花呢 相对小一点 是小的花 这个时候小心 我画的比较潦草 我给大家示范 第一只花剪完了 我们让这个花的出口的地方 正好在它的翅膀 这个凹陷的地方 亮出来这个花枝 显得比较自然 不要在它凸起的地方 设计这个花枝 那就比较突兀了 来一片叶子 就不管你怎么着 我们加这个花 这个蝴蝶的形态 我们是一定的 就是按照之前 我们的蝴蝶方法来剪 给它打开看一下 看 这就是一个 蝴蝶会飞在花丛中的一个形象 我们可以给再给它加一些细节 花朵给它做一个花心 这个花心呢 就用我们之前教过的最简单的 就是折叠 剪个小半圆 这样看起来是不是更好看了呢 我们给它做一个这种细节 打开看一下 蝴蝶是不是就更加灵动了